据塔斯社27日报道 欧洲议会一名法国议员周一表示 北约是世界和平的头号威胁 因为美国主导的这个军事集团 正在推动欧盟与俄罗斯或中国搞对抗 并试图通过迫使中立国在这场对抗中选边战队来破坏缓冲区 欧洲议会安全与防卫小组委员会成员埃尔维尤恩 在北约峰会举行之前接受采访表示 因为北约广泛的宣传活动 这个曾经被马克龙形容为脑死亡的组织 正在从一个跨大西洋联盟变形成为某种全球性的机构 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 尤文认为北约将欧盟视为其成员国的注册登记办事处 并在这种逻辑的指导下 对格鲁吉亚 亚美尼亚和乌克兰等国 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而这些国家在地理上 政治上或人道主义方面 从未成为欧洲的一部分 此外北约还对布黑 黑山 北马其顿和科索 卧视加压力 目的是让他们加入北约主导的这个军事集团 这是危险的做法 因为它消除了整个安全空间 这原本是大国为换取安全而相互提供的某种缓冲具 北约是世界和平的头号威胁 因为它正在围堵俄罗斯 并准备围堵中国 欧盟对北约被公屈膝 而事实上北约是为英美利益服务的 那与欧洲完全不服 这都是远于欧洲各国政府以及那些被他们任命为欧洲机构掌舵人的令人震惊度之 这位欧洲议会议员将目前的安全局势与1962年美国在土耳其部署中程导弹 前苏联在古巴部署军队的古巴导弹危机进行的比较 然而他指出当时外交占上风 美族双方认识到在安全领域的共同关切 他补充说在目前的情况下 华盛顿应该考虑莫斯科的关切 从波兰和罗马尼亚撤毁中程导弹 并关闭位于俄罗斯边境的生物实验室和化学武器研究中心 有文说 然而曾经尊重其他大国的美食外交 却落入了一群新保守主义者的手中 他们梦想着对敌人进行某种圣经故事时的击溃 关键的危险来自对现实的物事 这是当今美国乃是欧洲政治的特征 在外交政治中 没有什么比把人们简单的话 分成好人和坏人更危险的了